Casa的练习曲有几样东西是想我们练习的 第一样就是手指保留 或者保留手指 如果你在这份谱里看到有一条横线 数字之后有一条很长的横线 那些就是要保留手指 譬如在这个小节就是想我们由第五个音这个Be Natural 是一路按住 按住而已,没有说要按到很实 是一路按住 是去到第二小节的第四个音之后才离开一条横线 那这样我们一定要练习的 一定要习惯,一定要跟谱上面的指示 因为保留手指在小提琴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目的是省力,第二也是为了音准 你手指越是多不必要的动作 越是容易是会不准的 所以保留手指是其中一个想我们练习的 第二就是早点准备 你会在谱里看到有一些很小的音 譬如在这个小节,第二个小节的第四个音之后 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小的音 所以大家要留意看谱的时候要很小心 不要只看大那些音 留意看那些音的上面 即是指化和下面 有些什么指示 你看到这些很小的音 他们就是想我们早点去准备 早点去准备 并不等于要预早 按下去那个音 你要知道这些音 如果想准备的话 你的一手指要按在这个位置 但并不一定 就是他写这个音的时候 就要在这一刻就要按住 譬如第二个小节 你要想起这个E natural 然后一按第三小节的时候 你要一按下就要按下三和一 譬如在第四小节的第五个音 那我们没有办法 如果我们太照字面去解的话 是不可行的 那应该是怎样呢 就是 第五个音的时候 一手指已经是回到F natural的位置 附近的位置 如果我们在第五个音的时候 我们按下去就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第六个音还要拉E string 他只是想我们 去到第五个音的时候 一手指大概在F natural的位置 但不是我们在那一刻要按下去 是想我们在空弦的时候 空弦之后才按下去 但是如果我们把F natural 放到太迟准备的话 这个F就不会真的F 就会是一个比F高的音 或者甚至是F sharp 所以这就是关乎准备动作 做得如何 不可能 不可能 找到你的音 如果是要不要 有个音乐 就不可能 不可能 也会有没有 有点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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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身为 有点不可能 那这样 是非你 不是 那种不可能 有点不可能 我也很不可能 你会说 有点不可能 不可能 有点不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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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